南亞賈難民近年濫用免遣反聲請機制來香港 不少是為了打黑工賺錢 甚至加入黑社會從事犯罪活動 成為本港治安獨樓 亦對本港財政造成沉重負擔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港府重設禁閉式難民營 但因為香港缺乏地方做禁閉營 可能特區政府要考慮找中央政府幫忙 我們在境外 例如深圳 深圳很多島租借一個地方做禁閉營 如果這樣宣布出去就有很大的阻涉作用 他們不會來 就着這個建議 他說由於現時相關法例 借適用於越南非法入境者 所以港府需要修改法例 當然條文要研究 可否擴大法位適用於南亞 或者可能將來非洲或其他地方來的 甚至中東的酷炎申請者 多名立法會議員都支持重設禁閉營 其中民建聯的郭佩帆說 他們的黨之後會若見特首相討 徹底解決假難民的方法 不過公民黨陳家樂就擔心 做法會引來國際社會批評 重新現時的問題是審批制度緩慢和制後 工聯會王國興對於向中央借地有保留 擔心要8至10年時間討論 反而建議善用偏遠地區的荒廢校舍 集中管理 另外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等等 若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 法律部人員 探到被香港局部 推出禁止酷刑公約的可行性 梁美芬在會後就引述法律部主任說 她說禁止酷刑公約就沒有禁止 即是沒有禁止所有成員國 不可以對公約作任何的豁免 即是這個是可行性 在法律上是可以的 第二就是說如果整個豁免了香港 都不適用禁止酷刑公約 她的觀察就是在普通的國際法原則 亦都是一個國家加入一個公約 她是絕對可以說這個公約 只是適用她那個土地的部分的領土 所以兩個如果在法律上說要探討 是有那個可行的空間 但她就提到 她說第一要提到這種情況 一定要由特區政府去提出 她們才會探討 對於重設禁閉營 梁美芬亦表示支持 亦要求港府檢討 是否被申請者拿到行街址 來盜絕她們做黑工和犯罪問題 網站新聞台報導